173 訊報財經新聞,儲蓄然後失福息效應 2015年7月4日財富管理 B十頭之心法盧彥平有一對父母, 每次與他們見面,看見他們的生活習慣, 我也會勸他們儲蓄,然而他們總是說, 遲些人工加料或者是賺多些時再儲蓄, 因為現在的家庭花費很多,較難儲錢, 目前只想趁年輕時先享樂,至於子女的教育基金, 更加想也未想過,子女自有子女服, 哪退休金呢?船到橋頭自然直白 聽他們的口吻,真的好象很難從收入中傳出閒錢來儲蓄, 然而據我的觀察,他們並不是真的收入不夠多, 而是在安排支出時,往往把儲蓄放到較後的位置, 什麼都比儲蓄重要,他們寧願每星期到高級酒店用膳, 買一大堆名牌衣,一年去幾次旅行等, 也不願意騰出一百元來儲蓄,他們總以為儲蓄的事, 遲一點也可以,有一次,我到他們家作客, 他們在怪責小朋友放學後只顧換傻筆做功課, 罵到,為什麼你不可把做功課養成習慣, 放學,回家先做功課,之後再去看卡通,玩遊戲, 你要知道,功課一定要做,拖形無翼, 慈謝做還是要做,難道你明天不交功課, 老師會不罰你嗎?在旁的我聽後不禁會心微笑, 事後,忍不住問他們,你生什麼氣? 媽媽回答道:「小朋友可能要捱捱捱等課, 其實我們是心痛,我回應說,子女不是自有子女福, 旋到橋頭不是自然直嗎? 短短兩句說話,好像以給他們當頭棒喝此的, 我接完G錢,早晚要用,早處是處,晚處也是處, 但晚了,你就會失去複式效應,要付出更多才可達到理財目標, 我心痛,應盡早養成習慣為什麼朋友的小朋友年紀仍少, 不者就鼓勵者對父母開始儲蓄孩子大學教育的洗費, 為什麼他們才三十歲出頭,距離退休年齡可能尚有不止三十年, 不者就勸他們要為退休打算,原因很簡單, 只有兩個,一,複式效應,以退休為例, 假設他們退休需要一千萬元, 儲蓄的年回報是百分之五,他們現在開始儲蓄三十年後退休, 每年需要儲蓄14.3347萬元,總本金是430.041萬元, 但如果他們五年後才儲蓄,他們每年需要儲蓄19.9547萬元, 總本金是498.8675萬元,可見只是延遲五年, 他們就失去五年的複式效應,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可達成理財目標 2.養成習慣,要每年儲蓄14.3347萬元,會吃力嗎? 可能會,但如果不儲蓄,將來只會更辛苦, 當然不者明白他們一下只要儲十四萬一年,會比較困難, 但不者建議他們可以先以較小的金額開始,讓自己養成儲蓄的習慣, 就像他們叫小朋友,把做功課變成每天的習慣一樣。 在理財上,我們有分主動式儲蓄和被動式儲蓄。 顧名書2.主動式,是每月收到工之後,先主動儲蓄,後消費, 而被動式,是消費後才被動的看有沒有盈餘,如果有,才把盈餘儲蓄下來。 不者建議他們以每月二千元的主動式儲蓄開始,讓自己早日啟動複式效應, 早日養成理財的習慣,作者為康宏理財助理聯席董事, 為信網站文,與讀者分享理財心得,盧彥平號財富管理號投資心法儲蓄然後失複式效應。